台中郭烤节今年592家报名 总投票数近500万票是突破首届 十大火锅烧烤店家票选四大郭烤状元是出炉了 市长卢秀燕亲自登门来贴红榜祝贺 店家业绩成长两到三成 继续祭出优惠 为郭烤美食再刮起一阵选风 鞭炮声此起彼落 获奖店家在第二届台中郭烤节 十大火锅烧烤店家票选 将近600家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欣喜若狂 市政府的市长都帮我们办理这样的活动 我们大家全力以赴一起创造经济 我们也借由这个活动 我们也成长了三成的业绩 谢谢市长 拿到第一名不容易 因为这次报名有将近600家 在600家当中脱颖而出 真的替他高兴 所以我今天特别到 这次所有得到第一名 我们有四个组 每个第一名都是市长亲自贴红榜 市长卢秀燕小心翼翼贴上金色字体的第一名红榜 就怕不小心贴歪了 在市议会当日议程结束后 亲自前来恭贺新任的郭烤状元 接着卢市长一秒化身为卢记者 访问冠军店家的获奖心得 你们店的特色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六万多人投你们的票 活动期间带动店家营修成长两到三成 今年有592家报名 台中发迹创始的就有428家 占比超过七成 总投票数近500万票 超越首届双破纪录 以这个店家来讲 八豆师傅他们宣布说连续三天要庆祝 马一送一 马一送一 那所以也是回馈消费者对他们的肯定 所以就像这个老板娘所说的 要吃火锅要吃烧烤 烧烤火锅是台中的特色饮食 欢迎大家来台中 由我们大家自己市民来票选出 我们喜欢的台中式口味 也希望拓展经济之外 知名度协助帮忙推广 更希望来到台中旅游的 能够来享受一下属于台中的真正美食 摆出满满的食材 海鲜肉品一样都不能少 店家抢下台中锅烤王 在街头上围及各大社群平台大力宣传 得奖后继续祭出优惠 要为锅烤美食再刮起一阵旋风 oint酱 请不吝点赞致